女性要更加的爱护自己 因为根据调查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心脏病 心脏病已经列举女性死亡率的第三或第四名了 女性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通常并不明显 甚至会让人无法察觉 以至于容易缺少了危机意识 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心脏病的罹患率哦 第一,不抽烟 很多抽烟的女性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而且根据调查显示 选择戒烟的男性要远远高于选择戒烟的女性 第二,维持适当的体重 尝试着维持合一的体重 保持BMI值在18到24 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发生心脏病的几率 第三,保持运动 一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 可以增加体内的血流量 避免动脉的毒塞 第四,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多摄食高鲜少盐 富含矿物质 并且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 最能够维护心脏的健康 最后,常常保持轻松的心情 学习察觉和释放压力 也是维护心脏健康的重要关键 台湾Fox家庭协会和您一起帮助孩子飞往光的地方 因为那里就是安全与希望